Odia Jungle 事物不偶尔发生,他也只在自己的粉丝群里才会互动,网络上极少出现有关郑爽的新闻,一切全靠路透暴涨,像这样新闻,全都来自路透的流量明星也是够少了。 郑爽近日被拍到身着黑色带衣拍戏,大眼睛白皮肤配戚刘海,像极了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,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郑爽星系路透,这次他还被爆看见马尾造型, 长发及腰,十分温暖,想想上次看到郑爽的马尾扮相,还是在电视剧微笑很清澈,只要扎个高马尾,郑爽依旧是清纯校园女神无疑,但之后,他果断剪了短发,短发更凸起俏皮可爱,从短发到长发及腰只有两三个月,有网友质疑这头发超速生长,事实上这的确是假发,但现在的郑爽确实已有了过肩长发, 郑爽依旧长发路线,和之前演过的校园风不同,这次的复古造型,使他看起来更加成熟,就和他饰演的特工角色有关,虽然只是不使用镀头照爆出,但不得不说,郑爽的半想定是一大亮点,即使是按照上个世纪三,四十年代打造的造型, 这些复古大衣穿在郑爽身上一旧是美帝,白色海军领收摇大衣,性感又不失活力,同大为的格子那大衣就显得十分老吻气重了, 这算是郑爽新戏最早爆出的照片,某榜上火速就有了明星同款,但总的来说这件基本没什么销量,也没有食物图, 今年最流行的复古格子的大衣,其实上个世纪也流行过,时尚大概都是阶段性的吧,郑爽在戏中这套卡色格子大衣,让整个人都变温柔了, 同款在某榜上比较少,但即使买到了一千元,也是有人想买的,黑色气温袖宽松风衣涂显红尘艳粒,搭配黑色眼影,绿罗的盘头,郑爽难得一见的霸气上身啊, 这件大衣的同款在萌宝卖到二百块左右,价格不贵,食物图体节也被标记得一吃二出,比较良心, 这件双排扣斗篷是黑大衣,也是极有气质的,想想走路时身后飘飘的样子,一定没法案了,大概因为这是郑爽最新路透照, 网络上的同款还比较少,价格基本在一千以上,还有一家店卖到四千家,M不以稀为贵, 收腰大版大衣写要细腿长,尽显成熟气质,但似乎这个蓝色不是很适合郑爽, 同款大衣在萌宝上的材质,似乎和郑爽身上里有所不同啊, 但是版型基本一致,这个价格也算可以了,复古风的大衣一般都有,收腰设计, 这件中兴风过西大衣,虽然设计简单,但让郑爽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帅了, 这款大衣稳作郑爽同款大衣中的第一销量,价格在二百到一千元不得, 不得不说,买家秀也是很帅气的,小编最喜欢的就是灰色这套, 同款一粒扣翻领大衣,现在也十分流行, 里面的白衬衣黑短裙实在是和外套很搭,虽然排的是任何世纪的戏, 但这样的穿搭现在也可以学起来,这件大衣也比较平价, 只有不到二百元,路人穿也是很有气质的, 如果真的喜欢,你也可以尝试明星同款, 虽然小编不否认,这样的每穿啥都好看, 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的气质,对自己自信一点, 每天充满活力,美丽自然会找上你。